歡迎資深對 性感教主 雪碧 哇 看人家的那個 完全體啊 他現在已經完全體了 好 不好意思送我們六連拍 謝謝雪碧 來來來 好瘦喔 對 我很瘦 我們來看看 雪碧 好瘦喔 這是誰 這是我很醜 這大概是 這大概是 高中時期的我 其實也不會醜 我覺得還就是 這另外一個人 漂亮的女生 另外一個人 有嗎 我那時候就一直就是 我一直就是覺得我鼻子很塌 因為我就想說我 只要過了 17歲還是18歲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去先做鼻子 對 因為我覺得整形要有一個 步驟 你不能就是 求快嘛 鼻子 眼睛 下巴都做 好 我們先不講你做哪些項目 我先來鄉民猜猜看 好嘛 就以他們第一眼 第一眼接觸的感覺 覺得雪碧這樣子 花了多少錢 在自己的 變美的這條路上 350 400 高月 低點 400上下 400上下 200 好 有200的400 帶234 那我們先看看你總花費是 這麼看不起我 唉唷 更高嗎 對啊 你們有做性別重製嗎 怎麼會這麼貴 800萬 這麼貴 那你做哪些項目 喔 項目 嗯 其實是很多耶 小套房在正上 因為其實剛剛學畢竟 我是整個跑車的臉 我是跑車的臉在臉上 一個超跑 嗯 一個超跑 對 我墊額頭墊兩次 然後一次額頭都大概 都二十幾萬左右 對 然後痠顏皮的話 我做了五次 然後還有做下面這個 臥廠 臥廠也差不多八九萬吧 七八萬 嗯 鼻子的話就更多了 鼻子的話就比較貴 因為每次都 剛開始的鼻子比較便宜 到現在的話 鼻子的話可能就十幾 二十五萬左右 對 可是為什麼要做那麼多次鼻子 沒有 因為鼻子 我們會有個缺點 因為就是你 當你時間越久的時候 你的鼻頭會越吸收 一直吸收 然後你可能會越來越細 然後你可能會變歪還是怎樣 所以你有可能要就是重做 就是你要去修修補補 就像剛剛小葉拉講的 對 這個配起來好像不錯 對 當然 可是後來第二次其他部位修補 搭配起來就怪怪 其實最好看 最好看做鼻子 或是做完整個臉的時候 你最好看的是 就是那幾年 可是到後來的話 你就要開始修修補補 可能用微整 或者是再從 從 再取出來再放一次 可能你可能要改變其他部位 再改善這邊 對 所以就很多 我下巴兩次 然後抽脂無限次了吧 我也 抽脂我抽很 大家看我很瘦 其實我之前身材 跟小艾拉差不多 欸我沒有說你很怕喔 欸欸欸 妳是說她有需要 我是比較大 我沒有說你怕 就是差不多就是像肉肉的 對我那時候抽脂 還可以抽到三千CC 然後一千多的唇脂 唇脂的話我就直接拿來補胸部了 對 然後我剛有摸艾拉的胸部 然後我再摸我胸部 我想說 嗯 喔 不是妳剛剛 我不行 我怎麼看 不是 不好意思 還對 抱歉 從這邊開始看 對 好自己先摸一下 對 然後 都有墊胸部嘛 墊屁股我也有墊 對 然後她的話是 她是走那個墊那個細膠 那我是走那個墊那個 自體脂肪 自體脂肪 然後我也墊了 自體脂肪也不是永久性對不對 不是 因為她墊了以後 你起碼應該會消失 消失三分之二 對 所以你一開始要墊很多 然後我墊臉也墊很多次 我的臉就是 剛開始第一次我就墊剛剛好嘛 然後我就開始學聰明了 我就說 你一開始給我打到 打到 打到 打到像豬頭一樣 可是打到豬頭的時候 反而你過了一個月以後 就更美了 就兩個月的時候是最美的時候 她消下去了 她消下去了 然後第一次 告訴醫生這樣子 然後第一次做的時候 第一次我就 哇好美 第一次美就沒有美 因為她會凹還是凹 所以我大概 臉她補了也滿多次了 所以你要先去抽脂肪 你要先把自己吃很胖 不用 然後抽很多出來之後 你才有東西對不對 對 我有盡量在吃 可是就是吃不太 就因為我抽太乾了 大家都覺得我很瘦 對所以就是 我已經沒有什麼脂肪可以抽了 沒有玩過脂肪 對 抽脂會痛嗎 會痛嗎 會痛嗎 就是其實你抽脂的話 會像那種什麼感覺 你有抽過嗎 有啊 就是有點像你就是去 做重訓的那種酸痛感 對 重訓然後酸痛感差不多加個 手術 一百倍吧 對 真的很痛 真的很痛 因為她是把一根東西插進去 你的身體裡面 她就是一根很細的水 腳來腳去腳 之前是水刀嘛 我是做水刀 她就一根一根這樣 一直抽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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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抽 對 然後我那時候一次就是抽 馬甲線 然後還有腿 然後還有馬鞍 對還有 就先抽下半部 馬鞍是哪裡 馬鞍就是後面這邊啊 這邊我們女生都會 有這塊肉 這很難受 喔就是用腰間肉 對腰間肉 腰間肉 這是最難受的地方 所以也順便就抽一下 馬鞍 對對對 所以就大概就是花費 因為會花費那麼多 當然就是加上微疹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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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